今天平日森牧师的广播 我大多数的广道 老实说并非来自研究圣经 容许我这么说 我确实会在研究圣经的时候 领受上帝的话语 但当我跪在地上 为即将到来的主日 为Rama话语祈祷 在整个祷告过程中 我为很多事情祷告 然后在祷告的某一处 圣灵会带出那个礼拜 我所需要的话语 Amen 我喜欢那些话语 因为是圣灵带出 充满了生命 我看得见 不过需要好几天去拆解 Amen 他很好理解 当你看到他 哇 我跟你说 你会很兴奋 因为就像你兴奋地领受这个话语 人们也会很兴奋地领受这个话语 赞美主感谢耶稣 他们一定能领受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的名 我在圣灵里祷告 有时人们会说 其实使徒保罗 不鼓励我们在公众场合用谎言祷告 特别是在教会里面 这里的教会 是指教会正常的实体聚会 但是留心听着 很多时候 我们引用这一节经文 是有些断章取疑 它的开头是这样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八节 保罗说 我感谢上帝 我说谎言比你们大家都多 但在教会中 记住 我重复一次 但在教会中 我宁愿用理智说五句话 为什么 去教导人 胜过用谎言说万句话 保罗说 我若在整场教会崇拜说谎言 没有人会明白我的意思 弟兄姐妹如果我暂在这里用谎言祷告 你们没有人会明白这一篇讲道 Amen 我若用谎言讲道 没有人会明白 而保罗的意思是 他强调在教会之中 很多时候 人们使用这一节经文 没有引用之前的经文 前面的经文说 我感谢上帝 我说谎言比你们大家都多 他说比你们大家都多 当时他写信给哥林多的基督徒 哥林多的基督徒是激进 会用谎言祷告 于是他必须纠正大家 因为他们用谎言祷告大哭大叫 用谎言尖叫 这个并不合时宜 他们一直用谎言祷告交谈 甚至是带领祷告的时候 也是用谎言祷告 那些没有得救 没有学问 没有被教导的人 认为他们神经病 保罗说 各位请听好 我感谢上帝 我说谎言比你们大家都多 听起来 好像保罗 真的好激进 用谎言祷告 他肯定 一直都是用谎言祷告 骑着骆驼 从一个城市 去到另一个城市 他会 他会用谎言祷告 他用谎言祷告 启发自己 Amen 解开他内心的奥秘 Amen 上帝开始赐给他一个又一个的启示 赞美主 当他刷牙的时候 我不知道当年人们用什么刷牙 可能是木炭 当他坐下来 吃晚饭 睡觉 起床的时候 Amen 他用谎言祷告入睡 一觉睡醒 他做的第一件事 是在灵里面祷告 Hallelujah 他才会说 我感谢上帝 我说谎言给你们大家都当 但在教会中 保罗讲当我来到 在灵里面 用谎言祷告的季节 当我进入教会 我宁愿用理智说五句话 你知道吗 那里就有大能 为什么 因为 在另一处话 我用谎言说万句话 他用万句话为例子 你只需要用英文说五句话 大能就在那里 这个是上帝要囂贯 在你孩子身上的 他们永远不会因为太年轻 而不能够认识圣灵 永远都不会的 我的儿子 Justin 他大约五岁的时候 接受了圣灵 我的女儿 大约都是同一时间 当时他大约四五岁 我为他们祷告 我跟他们说 这个就是圣灵 这个是耶稣 给你的一份礼物 你想接受吗 Amen 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得救了 在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 已经准备好迎接圣灵 我为他们祷告 即使那时的Jessica 还是很小 Justin 亦都在不久之前 我发现他们 用嘴唇 喃喃自语 甚至在Jessica 玩玩具的时候 Justin 他亲口告诉我 有一次 他在学校 他觉得他自己 当时 有点压力和困难 我说 是什么呢 然后你怎么做 他说 我开始用谎言轻轻地祷告 我跟他说 你感觉在自己里面 就好像所有心结 开始解开 对吗 好 这些结都打开了 他说 对 没错 他说 我用谎言讨告 这样都很坚强 我的两个孩子 都在很小的时候 就认识圣灵 现在我可以放心 将他们交给圣灵 因为我知道 圣灵教导他们 所有的真理 他要把一切事 教导他们 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真理 是我做不到 我可以跟他们说一些话 但圣灵会赋予影响力 是圣灵激励他们 留下深刻印象 Amen 并从里面教导他们 圣经以赛亚书54章的应许 紧接着以赛亚书53章之后 以赛亚书53章是耶稣的大功 然后以赛亚书54章的应许 主说 你所有的儿女都必受耶和华的教导 不是被教导关于主的事 不是父亲教导孩子关于主的事 这个很重要 但在这里 这一节经文 并不是这么说 这一节经文说 你所有的儿女都必受耶和华的教导 意思是 主会亲自直接地教导他们 哦 你的儿女必大响平安 甚至是你儿女的身体的整存性 灵 魂和身体 哈利路亚 大响 不单是一点点的平安 不是不是不是 必大响平安 这个平安 不单是指你心中的平安 不单是你的情绪 还有你的身体 这就是犹太人对他的解释 Amen 希伯来文 如果你问希伯来文的Shalom 的意思 他们会跟你说 什么都不决 没有任何破损 这就是他们对平安的定义 Amen 完全的整存 灵 魂和身体 所以朋友们 很多时候我们将他们分开 认为我们的感受 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不是的 弟兄姐妹 就好像当你身体受苦 情绪都会受到影响 同样的道理 反过来也都是一样 当你在情感上受苦 抑郁的时候 它都会对你的身体 产生强烈的冲击和影响 圣经说 心里喜乐就是良药 药 这个字面意思就是 医治 心里喜乐是有好处的 心里喜乐你就很快乐 Amen 心里喜乐就是良药 这种药物没有任何副作用 绝对不会过量服用这种药物 Amen 你越是开朗圣经说 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Hallelujah 这种力量不单是指熟灵的力量 在圣经中也指身体的力量 在旧约也指身体的力量 赞美主 耶和华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心里喜乐 赞美上帝 圣经却说 心灵忧屈 使骨头枯干 会引致关节炎 骨头枯干 是什么造成呢 是 忧屈的灵 圣经说 心中仇苦使人精神颓丧 所以你的情绪也会影响你的灵 Amen 使你精神颓丧 而心里喜乐 心里喜乐 就是良药 Hallelujah 赞美主 心灵忧屈 使骨头枯干 心灵忧屈 使骨头枯干 这是在身体上的 你的抑郁会影响你的身体 Amen 让我们喜乐 赞美主 圣经讲到家庭关系 你知道保罗在哪一封书信 详细地彻底地解释 家庭关系吗 是以忽所书 以忽所书被学者们认为是 好 在保罗的所有书信之中 其中一本 最熟灵的 他揭示了 教会的财富 他丰盛的恩典 Hallelujah 第一章说 他丰盛的恩典 我们的过犯得道赦免 都是按着他丰盛的恩典 我们的过犯得道赦免 对家庭关系 在第一章到第五章 经文说 当基督死在十格上的时候 你不单与基督同死 亦与基督一同从死女復活 一同坐在天上 经文说 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女一同坐在天上 为什么这对家庭关系很重要呢 你需要明白 基督徒的立场和姿态 并不像世人对家庭关系的教导 如何拥有成功的家庭 或者美满婚姻 因为他们教导的是技术和方法 上帝的方式是要你去到更高处 你需要知道自己的位置 你其实是处于宇宙中最高的位置 赞美主 你坐在基督里面 Amen 你在那里与基督一同 现在你是属天的 你是属于天堂的人 现在你就好像从那个位置 走落陈世的关系 想像一下 一位天使从天而降 与我们一起生活一个月 如果你是学生 天使会跟你一起上学 对吗? 你能够想像天使的态度吗? 如果天使听到蝎俗 他会很伤心 然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尊严 不是那种比你更圣洁的态度 而是有尊严、荣耀、荣美 当然 他身上可以看到道德的美丽和卓越 为什么? 他是属天 从天而降 当我们看到一个来自天堂的人 会是怎样的呢? 是他的品德 还是他和其他人的关系呢? 其实这就是你 圣经说从这里开始 你是一个天堂的存在 你在基督里面 与他一同坐在天上 你从那里从天而降 来到陈世的关系里面 对你的配偶 对你的孩子 阿们 当你知道自己拥有这份 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封城 阿们 然后才行事为人 没有这份封城 你就无法行走 你必须了解这份封城 可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找到 然后才是行事为人 在以弗所书里面的中段 经文说 行事为人 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 除非我们知道自己所拥有的 和我们的身份 否则怎么能够做到呢? 阿们 就像耶稣 耶稣知道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中 并且知道自己从上帝而来 又要回到上帝那里去 就起身离直 洗门徒的脚 那个看起来 这么卑微的行为 对吗? 如果换别人去做 显示的只是奴性 但是这位荣耀的主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知道自己拥有些什么 他卑躬屈塞 洗门徒的脚 这是荣耀 哈利路亚 上帝想你将这个荣耀带入婚姻 带入你的亲子关系 和家庭生活 阿们 赞美主 所以我们从我们在基督里 试完全的去出发 将这份完全行出来 而不是这样开始 很多人 他们的思考和推理 是从这个世界向天堂和上帝 上帝要我们的思考 是从天上向地下 阿们 从天堂到这个世界 我们的推理 不是从人向上帝 而应该是从上帝的角度向人 赞美主 如果你明白这一点 你就会明白新药 和旧药是完全不同 所有人都觉得 会在旧药中很舒服 对吗 因为律法告诉你 每个情况要做些什么 但作为天堂的存在 超越了旧药中律法的道德 为什么 因为你来自天堂 就好像你不想犯奸淫 你会觉得很嘔心 这个并不是你的本性 为什么 因为你来自天堂 赞美主 你与基督一同在在天上 偷窃的想法 甚至不会在你思想出现 为什么 因为你很富有 完全得到供应 阿们 根据律法耶和和是你的牧人 你必不会缺乏 赞美主 你在他的里面 阿们 赞美主 万物都属于你 哈利路亚 当你看着其他人 你不需要妒忌他们 事实上 你会庆祝他们拥有 赞美主 根本没必要妒忌 感谢耶稣 你会分享十佳中 没有分享的这一条 对吗 但作为一个属天的存在 你一直正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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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旧药中律法所要求的而 可以在我们这些人身上 实现出来 不是靠你 而是当你随从圣灵去行事 哈利路亚 感谢主耶稣 弟兄姊妹 这才是主想我们走的路 特别是现在 确保你的家人 领受圣灵的洗 在过去两年疫情期间 很多人加入了我们 但你还未受圣灵的洗礼 现在我再说一次 得救是一回事 在约翰福音二十章 在那时只有十一个门徒 犹大已经上吊自杀 好 就在同一天 耶稣出现在他们的中间 就在耶稣从死女复活的那一晚 对吗? 礼拜日黄昏的时候 同一天 耶稣在他们中间 向他们显然 耶稣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说了这番说话之后 圣经说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你们领受圣灵吧 你相信门徒那时 才领受圣灵吗? 当然 耶稣怎么会说 领受圣灵吧 但其实只是一个比喻 不是 他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他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你们领受圣灵吧 就在那时 我相信门徒们重生 他们得救 有人问屏牧师 难道他们以前还未得救吗? 当他们与耶稣同行 走进每一个山谷 村落村庄 不是 不是 在那段时间 他们是门徒 是耶稣的追随者 就好像 你是拉给的一个门徒 他们跟随耶稣但未重生 他们怎样能够重生呢? 在那时 耶稣还未死 尚未流出补血 尚未从死女复活 他们只是耶稣的门徒 我相信他们是在 復活当日的晚上重生的 当时耶稣就向他们 吹一口气说 你们领受圣灵吧 现在圣灵住在他们里面 请留意 祂住在他们里面 但这不是圣灵的洗礼 同一批门徒 在五旬节那一天 耶稣在升天前 对他们说 使徒行转第一章 我们刚才读到 留在耶路撒冷 直到你被赐予 从天而来的权兵 因为他要为你施洗 耶稣说 约翰 其实指的是他自己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对吗? 他吩咐他们 要等待天父的应许 指的就是圣灵 现在我以为他们已经领受圣灵 很明显是两种自然不同的体验 赞美上帝 他们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重生 在使徒行转第二章 当圣灵降临 他们全部都已经受洗重生 各楼房间的一百二十人全部得救 他们已经有圣灵的内住 在五旬节那一天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现在第一个圆形是什么呢? 你看看 所有事情的第一次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就好像圣经的初次提及法则一样 圣灵第一次提到某个主题 是好像胚胎和种子 在之后 在圣经之中 再次提及那个字或者主题 它就会被打开 都是基于我们学习过的初次提及法则 初次提及法则 总是有一些内容是我们需要学习和使用的 在整本圣经中提及同一个主题的时候 可以引导我们 OK 我们看到圣灵的第一次洗礼 是在五旬节那一天 我相信那天是教会的生日 Amen 而中门徒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是在初熟节复活的 复活日 是犹太人的初熟节 对吗? 就在同一日 门徒们重生 他们领受了圣灵 圣灵内住在他们的里面 但在五十日之后 在五旬节那一天 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洗礼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不单止这样 就好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圣灵在我里面 但现在我在圣灵的里面 他们在圣灵里面受洗 这是初次提及 让我们看看这个 和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受了洗 那时他们被圣灵充满 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经文可以停在这里 对吗? 不是 经文继续说 说出话来 谁说话? 圣灵说话吗? 不是 他们说出话来 很多人误解了用方言祷告 他们会说 我正在等待圣灵通过我说话 我正在等待 不是不是 留心看看 没有说他们被圣灵充满 人和圣灵用方言说话 经文没有这么说 而是说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就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 用别种的语言说出话来 所以圣灵赐给你话语 但你必须要说出来 你必须要祷告出来 你必须让这些话语从你的嘴里面说出来 很多时候你祈求人们在圣灵里面受洗 他们等待等待 上帝不希望你是被动的 当你被动的时候 其实可能在不知不觉间 将自己交给邪灵 对吗? 不要让你的头脑被动 不要让自己变得被动 对吗? 对吗? 要主动赞美主 当圣灵临到你 上帝总是等待 而当邪灵佔有你 他们会控制你 做一些你根本不想做的事情 想一些根本不愿意想的事情 甚至说一些你不想说的话 祂让你感觉一些你不想感觉的事物 祂控制着你 始终是控制控制控制 圣经说 因为蒙上帝的灵引导的 都是上帝的儿子 圣灵带领你 你会如何带领小孩呢? 牵着手 阿们 对祂来说 祂借着内心的感动 来带领我们 祂以平安和缺乏平安来带领我们 祂从来不会控制你 祂不会控制你 祂不会控制你 不会违背你的意愿 上帝尊重你的自由选择 朋友 如果上帝不尊重我们的自由选择 今天全世界都会得救 上帝会说 我用我的大能 上帝用祂的大能强迫你 谁能够体挡呢? 阿们 上帝可以在阿当即将犯罪的那一刻 阻止祂吃那个果子 在祂伸出手拿那个果子的时候 上帝原本可以用全能的力量阻止祂 上帝能够做到吗? 当然 但祂尊重我们的自由选择 这个本来就是祂赐给我们的 阿们 上帝尊重自由选择 但一定要记得 你的选择 带来的后果 是无法改变的 我喜欢这样说 你把手指放在火里 你说 我可以选择把手指放在火里 当然可以 但你无法选择 不被烧伤 对吗? 你无法控制后果 上帝说过 罪的公价就是死 所以你会面对死亡 上帝从来不想人死 上帝的本意是要人永远活着 上帝创作阿当和夏娃不是为了让他们死 不过上帝确实告诉他们 如果你选错了树 这就是后果 所以上帝把那棵树放在伊甸园的正中心 如果我们周围一切都是好的 上帝说你有自由选择 对吗? 如果一切都很好 你如何行使这种选择自由 上帝把某些东西放在中间 这样才能够看见你对主的爱 圣经说 上帝就是这样栽种 所有其他的植物和树木 他说话 那棵树是从他而来 而不是来自魔鬼 然而上帝说 这对人来说不好 上帝说 为要表明 你承认我的主权 多过你自己 阿们 认识到你 不过是被造的人 阿们 你的生命是要依靠我 信服我的生命 才是你生命的真题 好吗? 刚刚相反的是 人撥疫了上帝 唯有在有选择的情况下 你才能反叛 所以上帝允许各坡树的存在 所以人有选择 但是选错了 也无法选择后果 后果就是属灵的死亡 导致肉体的死亡 病患 质病 这一切的来临 是因为人类的堕落 观望今天 我们会再堕落的世界 上帝从来不想要台风 海啸 龙卷风 地震等等 不是不是 这不是上帝的计划 从来都不是 上帝是一位美善的上帝 各样美好的上次 各样玄秘的恩赐 都是从上面 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 我们身处堕落的土地 如果人继续去撥溢 继续去故意 去反对上帝 他只需要放手不再保护 你就玩完了 但是希伯来文的诚语和表达方式 很多时候会将功劳归于上帝 就像是他直接做的 其实在那里的原文 是上帝所允许的 罗巴特洋的洋士圣经会篇说 那些说上帝让坏事发生的地方 其实不是因果时态 而是宽容时态 上帝只需要动一动手指 所以上帝允许人选择 弟兄姊妹 当你为圣灵祷告 之后你开始说话 先说出来 然后圣灵刺你方言 现在你在圣灵的语言中流动 赞美上帝 撒但不能够撤陷阱 无法扰乱你的祷告 无法阻止他的实现 因为他根本不明白你祷告的内容 所以当你开始说方言 你就是开始讲述上帝的事情 在约旦河边 抬着约围的众祭司 唯有当他们的脚掌 一踏进约旦河 上帝先将那条河分开 等到祭司们迈出信心的一步 直到他们踏出去 上帝先将约旦河分开 同样道理 反过来也是一样 你必须要说出来 他们就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 用别种的语言说出话来 哈利路亚 阿们 当我在崇拜结束的时候 为你祈祷 我希望你能够领受 我想鼓励你 领受圣灵的洗礼 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 如果你过去曾经经历过 你需要做的是 再次开始在圣灵里祷告